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美国汽车工会还在持续大罢工 前天美国总统拜登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位跟罢工员工站在同一阵线 一起对抗三大汽车制造商的现任总统引起话题之后 昨天共和党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也紧跟拜登的后脚 踩上了汽车重镇底特律是声援罢工员工 拜登和特朗普前后脚到密歇根州声援罢工群众 分析普遍认为这凸显了民主党和共和党正在为明年的总统大选 积极拉拢当地工人阶层的支持 这是一场大型的政治巨马 但也从中看出两大阵营的选举战略有明显的落差 分析指向来自诩支持工会的拜登 是受到汽车工会的邀请才现身罢工现场 但特朗普虽然自称他是支持工人的领袖 但却经常跟工会的领导人起冲突 而且在他总统任内也实施过损害工人利益的政策 报道形容特朗普这一回还是不顾幕僚的警告 坚持跑去密歇根州拼场 放弃出席在同一个时间举行的共和党总统初选辩论会 而说穿了民主党跟共和党会那么重视这场汽车工会罢工 就是为了争取密歇根州这个摇摆州的支持 回顾历史 2016年特朗普拿下密歇根州的选票才当上了总统 那2020年拜登是赢得密歇根州才入主白宫 而明年总统大选的焦点选战也签定在目前发生汽车工会罢工的密歇根州 俄亥俄州以及威斯康辛州 评论形容拜登和特朗普现在是急着乱入这些罢工现场 是因为两大阵营对于明年大选密歇根州的风向心理 大家都还没有个底 而回到汽车工会罢工事件 似乎还没有缓和迹象 有消息指出如果劳资双方谈判没有重大进展的话 美国汽车工会预计在9月29号会进一步扩大罢工范围 但是对于罢工潮将会扩大这项传闻 三大汽车制造商目前都没有发表评论 而昨天特朗普就去到一家没有参与工会的汽车零件供应商巡视 还发表了谈话 再次缺席共和党总统初选辩论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昨天前往密歇根州的一家汽车零件供应商工厂巡视 场外也聚集了大批特朗普的支持者和反对者 支持者们挥舞着印有特朗普必胜的旗帜和美国国旗 欢迎特朗普的到来 反对者则手持标语牌子高喊特朗普必须下台的口号 甚至出动飞机在空中拉起横幅声势浩大 随后特朗普在工厂里向在场的蓝领工人们发表演讲时 谴责拜登政府实行的电动车计划 他认为这项计划将会扼杀这个行业的就业机会 让传统车企很快面临淘汰 就在特朗普积极走进罢工现场拉拢支持的同时 特朗普被控非法夸大旗下资产和净资产的官司案 在26号被纽约州法官裁定 特朗普和家族企业犯下了欺诈罪 报道提到特朗普集团多年来对于税务员贷款人和保险公司撒谎 经常夸大旗下的财产价值 甚至每一年被高估19到36亿美元 以获得更好的银行贷款和保险条件 而纽约州法官裁定特朗普欺诈罪 这意味着特朗普几乎彻底输掉了这起官司 检察官在来临10月2号的审判当中将会确定 被告特朗普和家族企业应该要支付多少的赔偿金